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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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烦恼的时候 或者心气不爽的时候 或者是有事情的时候 就排着腿坐在那来解决 养成这种习惯 就排着腿然后静下一些 巧腿状态 我为什么会烦 搞清楚 你先不要想咋解决那个问题 先想我为什么会烦 你为什么会烦搞清楚了 那个问题就慢慢解决 也许解决不了这些放在那 反正它也不影响你 我哪有毛病了 为什么我会烦 然后说这是身心的欲望导致的 那我身心是在哪 是什么地方 身体是什么样的 心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佛说它是空的 为什么我空不掉 为什么这个觉寿一小 为什么这个觉寿一小 这都是话头 一扯一扯往里问 问问问你就入电了 知道吗 这也是 这就是修这拆话头的一种 就是拿佛学的理路往回问 你为什么会烦 你为什么会烦 不要抱着头坐在那儿哭 没有用的 哭可以发现的解决不了问题 知道吗 他说哎呀我烦得不行 我今天就想哭 鼻子啊 我觉得就哭 哭完也行 哭完你姐哭完 哭完就像天下了一场雨也行 但是最终要解决 那你过两天可能又烦 知道吗 又小哭 那你总不能今天停了 明天赢了 今天停了明天 但是我为什么会处在这种状态 为什么不能每天保持一种平和宁静 像佛那样子 而佛说过我们是佛 为什么我失险不出这种状态 我们只能失险天一天天天一 失险这么最糟糕的一个气候啊 我为什么失险不出 每天风和日临四季如春的这种状态 就是因为状态我们都有的 为什么失险不出来 失险不出来是有缺陷 那这种缺陷 首先是来自于心理 因为外战的条件 我们没有办法去具足嘛 有时候 但是心是圆满的 为什么我那个心 会感觉到患得坏失 为什么我的心会恐惧 为什么我的心会迷茫 为什么我心会觉得不舒服等等 你就坐在那去 感觉你那个心在哪 然后去问 为什么会不舒服 甚至如果是问不出来 你把你现在真的是写出来 就是把你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啊 让你不舒服的那种角色 就是疲惫 失落 忽杀忽悉 嫉妒 贪婉等等 一条一条的自己列出来 一条一条一条 因为这些情绪让你不舒服 因为当你出现这么多情绪的时候 它就让你呈现出个腹向的状态 就是下雨的状态 天鹰的状态 或者就像北京那种 木盲的状态 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心嘛 很亲近的 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挺麻烦的 然后说这是一个状态 我的状态我列出来 我今天患得患失 烦 无聊透了 等等一条一条列出来 然后这边呢列出来 我现在面临的让我感觉不舒服的事情和人 一个事情一个人三个放在这 就盯着看 坐在这 然后 然后看看 如果感觉没感觉 去跑两圈再看 就是 你不要以为 因为有时候你解决不了这些状态 是因为神经系统变住了 气脉躲了 你知道 有时候生理会议一下 蹭两下 你拼命的蹭 然后在自行车上 就用动跑 然后头朝下 打几个管 然后 用动一圈 然后帮他再看 有些就没了 有些照片会没有了 然后还有就是去 镜子面前 笑几下 笑不了 把两对角拉到耳朵前 然后模仿 然后模仿 然后心里想想 比如说 我很喜欢 比如说 比如说 为什么会心 他就每天那么开心 为什么 而且他为什么那么开心 他有什么开心的 他为什么呢 他就不断地笑 为什么过于那么开心 然后脑子里想 好 我今天模仿过于开心 你就坐在想 我也是 啥开心的 怎么是开心的 然后 他是怎么开心的 你就坐在那想 想想想 想笑完了 再返回 再看你这些东西 你发现对某一个人 都那么讨厌了 你溜出来的 已经溜了 就是 人是有很多很多状态的 很多状态是你 就是你只是有时候 陷入某个状态 瞧人 瞧不出来了 用动 魔法 还有你不断地去 就是自己裂出来 然后哪怕睡觉起来 有件事情就不存在 状态是不断地改变的 那些状态 你会发现你就不对 跟今天的状态不一样 还有有些人 有些事 就不试试了 他不重要 你写出来的时候 就不重要了 在脑子里很重要 然后他说的那句话 你要轻了觉得很难听 就觉得他骂你了那句话 你老在脑海里记得的时候 你就很难受 知道吧 OK 我教你 你在纸上写 写它一百倍二百倍 就把那句话不停地往处写 你就这么先写 觉得不就几个字吗 因为他会在写的过程清理你耳根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耳根里边听了那句话以后 耳朵中毒了 就是说你看上去你的神经系统会觉得变着就像纠结了 在那块打结了 你要解开它 你就把它换成另一种视觉上 比如说你写 写字就它就把那个 那个声音换成一个文字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给它那个把那个声音变成文字了 就给它变了 就像苹果变葡萄了 其实你是不讨厌葡萄的 你只讨厌苹果知道 现在你把声音变成文字你在这写 然后你眼睛看 然后那个耳朵就说没我的事 耳朵就不给你纠结了 因为耳朵是纠结那个声音 他说他现在用眼睛了 不用我了 我就不管这件事了 他就放松了 然后眼睛是对这件事没感觉的你知道吗 眼睛对声音没感觉 他就不会纠结 他就说 然后他就给你输了个信息告诉你说 不就这五个字嘛 因为他骂你嘛 你是有效 但眼睛对这五个字是没反应的 他就告诉你说 不就那几个字嘛 那几个字是没意义的 他的破意思 他解码这个东西 他说 在计算机嘛 我们是个 他对这几个字说 这几个字是没意思的 哎 你这句话对你就不影响了 这都是写小方法 就是你可以调整状态 嗯 嗯 一些那个 也就他们有些心理学啊 可能就是也是写 有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他会有些 去听他们说 写东西啊 把他也说 写你目前的一个什么 也就说有什么用的这些 他说 写的什么 就是他给规定了一句话让你写 然后我就不写那老师说 哎 你写一下嘛 深圳那个他们是聪明 我学会的那些 然后我就写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我忘了他是写什么说 你要接受别的帮助 还是你要自愿接受别的帮助 等等 然后我说我愿意接受别的帮助 谁帮我 没人帮我 他问你写出来的 就是我记得 我忘了 都好几年写了 两三年 好像 然后我写写写 你知道病了 我说 我写写写出 谢谢你起意识里面出来 我写成什么了 我愿意接受别人按我的方式帮助 哎 你突然就发现 哦 原来你不是不接受别人帮助的 如果别人是你要的那种帮助 你就接受 就是你要他这样帮你 他要按他的方式帮助你 你是拒绝的 知道吧 然后你慢慢哦 我心里哦 原来我的正解在这 就是说我 我不是 我是要别人按我的想法来帮助我 他以他的想法 我是觉得没意义的 我不会接受的 或者甚至没有感恩的心生起来 等等 你就会反省到很多 他们那些 就是以前 有的时候 在前几年 在深圳上一个什么 他们叫什么 叫什么学那个课字 然后觉得挺有触动的 就是以后 就经常把那些字写出来 把你的状态呈现在一个文字里边 会 写一遍有时候没感觉 写到你有感觉为止 一般都写上 写上几十遍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 同样一句话 你试试嘛 这又不影响你什么 那有什么问题吗 你试试嘛 这又不影响你什么 我也不知道有用吗 你试试嘛 这又不影响你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方法也不是包字摆定的 他可能有又可能没有 但是我是觉得有时候把自己内在的 就在脑子里纠结的一些东西 呈现成文字 呈现成图像 你突然就处理别 等于是旁观了 因为你脑子 脑在脑子里想想想 他就成了纠结 你把它拿出来 把它呈现成一个图像 呈现成一个文字 呈现成一个什么音乐或者是什么东西 你突然就放下 就把它变形 佛学是说我们找像嘛 我们找了葡萄的像 现在是我们把葡萄变成苹果 你就找了 而且一句话 你发现了 他要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 觉得挺好奇的 从那个人嘴里说出来就觉得很讨厌 你喜欢这个人他说啥呀 你这个也不说 他说啥也不对 所以说这种 这就是一种状态的转化 就是说 那为什么你讨厌的并不是那句话 是那个人 可能那个人本身你就觉得他 你跟着你对他的认知已经出错了 你觉得这个人是比喻有心的 没什么童言无尽 小孩子说什么我们都 都不会建议 因为 觉得小孩子内心他是 他是随口说的 他们 他心里没有太多诚服的东西 但有的人可能说得很轻易就受不了 因为他他里面你认知他内心深处有些东西是 邪的 或者是他就 故意的等等 或者是 这个人骂你 你如果把他定性是他有意就想骂你 你伤害你 或者是他就是那个 破嘴 就是那个嘴巴不好 他对谁也就那么说话 是他说话的角度问题 他同样好好的一件事 从他嘴里说出来变味 就是 他就像一个粪糕 好好的话倒出来就臭 所以这个时候你有什么生气的呢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 你要是说 说他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他那个嘴不好经常遭口言 那么你就不生气了 他不是针对你的 他不是想伤害你 是他不会说话 不会表达 他就是需要 其实 你应该静静地听完他的所有的话以后呢 他经常的要说话的话 你应该给予他帮助 就是等于是他是个病人 你是个医生 因为你发现了他的病嘛 是不是 你要翻回头怎么办 就是你要 但是心情好的 耐心地坐下来 跟他聊说 你心情好的就是那个嘴巴不好 那个嘴啊 说话其实 应该换个角度 换个方法 而且你可以找一些专门人家 说话技巧 语言技巧这方面的 或者是人家那些成功人士 比如说 他很想做一件事 很想成功 你就找几个这样的成功人士 人家是这么说话的 人家肯定不说这句话 知道吧 打死人家不会这样 说出这句话就代表你做不成这件事 就你从 某偶像啊 榜样啊 这些力量来改变他这个说话的这种方式 你根本就不需要生气 就是定义的问题 就是说他不是想伤害你 他只是嘴巴坏 嘴巴不会说 随口就出来了 随口 随口 他很成功了 还是要说 就是他在外边如果有的人就是很 很有礼貌 很说话 但是回去他发现嘛 他就说脏话 说一些很 不开入耳的 很狠的 其实他在外边 压抑的太久了 那就他发泄一下吧 吃得一点嘛 但是你 你如果不愿意 你做那个 垃圾的垃圾桶的话 给他准备个袋子 他下次一说就靠上去 就说我理解你 你在外边压抑太久了 你想回来说两句狠的 在外边一直吻手嘛 吻手嘛 其实里边有憋的气 说两句狠的他就爽了嘛 你需要多大的袋子 你只要你不生气就有智慧 我告诉你 你就会用幽默啊或者智慧化解这些东西 你要一生气啥也没了 根本就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值得你在意的东西 只有你的生死问题 其他的都不是 从佛学的修行来说 就是 我们生老病死问题 这是我们 因为死亡 随时伴着你 你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管 你管那些鸡毛蒜皮干什么 是不是 我们解决了吃喝拉扎睡以外 解决了吃喝拉扎睡以外 然后尽了 子女的责任 尽了孩子 抚养的 就是一切 正常的做人的义务的责任以后 我觉得人最应该关注的是生老病死问题 因为这个 你马上就要快 又说不定哪天就死了 还不知道怎么死 我们每个人都死 那么这是我们密切 应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死了到哪里去 还有我们怎么个死法 死了到哪里去 等等这些生老病生死问题 我觉得是 每天伴随着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们忽略了 记他别人骂你两句了 说你几句话了 踹你一脚了 哎呀全部忽略了 看来不记了 省略了 他就拿省略好在你的生命里省略掉 你不需要 太在 因为 这个世界上 你也不能说 要求每个人都 都真的是能变过来 他有的真的也一辈子没变 你就说再有之后也改变不了他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把他省略了 在你的生命里 他那几句话 说的那些状态 他表达的那些状态 理解 加省略就可以搞定 你理解了他 知道他不是 他不是想伤害谁 他是那些 他就是那种人 哇哇哇哇哇 还俩声就完了 只是他把 变成了语言 什么 就像个小狗 哇哇哇哇哇 然后 然后你如果破译了小狗那两句语言的话 也许就是他妈的 所以你就可以 把这个状态 这个人 他的心 他想发现的那种 加个省略号 然后就算了 你完全不计较 如果你不想听哇哇哇 你找个方法 变成喵喵喵的 你知道吗 这个换个口吻嘛 因为有时候你听不过来 但是主要 他要发现的渠道 只是换个喵喵喵 换成一个 另外的叫法嘛 他也可以发现 你给他提过一些方式 他不会嘛 是吧 有些人真的不会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 发现内心的那些东西啊 有些 不要以为就是很多很成功的人是在情感方面很幼稚的 在家庭啊 在生活里面 就像个 孩子 他在事业上好像很厉害 一涉及到母线会结他幼稚的啥也不懂 知道吧 他他转化不了那种状态 他养成那种习惯 他都改不了一个习惯 他没力量改那种习惯 他有力量去做成一个 企业 一点一点把他擦洗 就是真的是他身上的有五点 他自己擦不掉 而且他也没有意识去擦 你要不断的提醒他 不断的提醒他 你那个是 不好 他开始不注意 开始不注意 也许他不 因为你的语言他不重要 他不理你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他 不同的角度 要有耐心 要改变一个人的一个 点要很有耐心 你改变自己的眼泪 然后不是让他改 你是让他 转化 你改他是他不愿意接受的 虽然不想凭什么让我改 你不会改 就是转变 然后他 平移 就是哇哇哇变 喵喵喵 就是这个平移 就是我也没觉得你不好 声音同样的大 音频同样的震动 但是 发出的声音 那几个字不一样 是不是 你就给他 你就比如他老妈 他妈的 你就 你就给他加上 你下次能不能说 他妈的妈 他就这个字罢自己 多加几个字 就是说你这样一提醒 他就慢慢他就改了 就是 你就 你给他里面加几个字 就是你这句话 我觉得有语给你 你这样子给他改 其实都是些方法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会 这样就会很开心 你觉得没什么 这个世界没什么严重的事情 这种没什么很严重的 很了不得的事情 最严重的就是 先解决你的生存问题 这个就饿了 或者咳了 死了 死了 在这个问题上 再解决自己的死亡 生存问题 我说就这两个问题 就这些问题 这家都没啥 至于想做啥 这辈子 小聪明还是想赚钱 有能力你就可以 有能力 有条件就OK 那不无所谓 不重要 对你的生命轮回 也不重要 生生事事不重要 因为你解决了生存 你已经吃穿不愁了 是不是 那么你再多挣钱 只不过是为了什么 那你 假如说你一个月 你消费 你有一万块钱 足够了 那你挣三万块钱 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两万 你出在银行 你还是想不要别人说 你挣了三万块 还是那两万你是恐惧未来 怕你有一天正不了 等等 就是你要搞清楚 当你解决了生存问题以后 剩下你多 拼命的想多得的那些东西 是要干什么 如果你说 他解决了未来的恐惧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死 你知道你未来就那两万够了吗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不知道就绝对了 不代表那些东西 能给你带来什么 而如果你去解决生老病 是你知道了 我未来会怎么样 那个时候 根据你未来需要的东西 再去布局你的一切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问题 是最重要的一个考虑 其他的事业上呢 或者是因为你活着 我们需要别人的认可 社会认同 比如在学校 我要当个教授 我要去 那你如果心态很平和 很坦的去面对的话 敲戒够了 你自然就上去了 那还有啥呢 那不难 是吧 朱元巨主 我就到了那个车 朱元巨主 我又 那是自然的 没敲戒 文宁少尔 可能也上不去 努力一下 努力 行不行拉倒 就觉得 没什么 其他的都好办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